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10号 那美国白宫呢在上周末呀他是放出来消息 说是在这一周美国政府呢会出台两到三项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 这些措施里啊普通中国人最关注的应该就是看白宫呢 会不会对来自中国的这些个手机的APP下手 在美国讨论最多的是这个TikTok啊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美国政府呢是正在考虑要把这个TikTok给禁了 但是呢中国人最关注的啊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最关注呢还是这个微信 看美国呢要对这一系列的中国的手机APP下手呢 其中呢到底呢会不会包括这个微信 如果说被禁呢真的是有微信 那几百万在美国的中国人啊以后呢会过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受 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啊马上就到这个周末了 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美国政府呢还没有宣布这方面的制裁措施 可以说呀是这个手起刀不落啊还没有砍下来 那今天还有周末这两天特别呢是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应该呢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信息 看美国政府呢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周末宣布对微信下手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呢 狗哥呢也会尽量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 那针对这个中国手机APP的制裁啊还没有来 昨天先来的是美国政府呢宣布制裁在新疆问题上负有责任的中国的高级官员 还有实体 美国政府呢在昨天啊也就是7月9号是宣布将对中国新疆的四名现任的 还有前任的高层政府官员进行制裁 因为这些这个中共的高官呢 他们是涉及在新疆严重侵犯少数民族的权益 那关于新疆问题呢狗哥在以前呢也是做过一些影片 主要呢是在去年 那新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回看一下 新疆的问题啊狗哥呢有两个判断 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最近这些年来在新疆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2016年开始担任新疆最高领导人以来 那中国政府在新疆建集中营大规模的关押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这些少数民族 并且呢进行所谓的再教育 那这种措施其实呢就是强制汉化啊 要强制把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汉族化 那这个在现代文明世界看来啊 这个呢就是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在新疆干的这种事的本质啊 狗哥的第二个判断就是中国政府最近这几年在新疆的这种政策呀 导致新疆出现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这个呢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出现崩溃的一个信号啊 对狗哥这个判断不太明白的网友呢 可以去回看一下狗哥以前的影片 所以呢新疆的事是现代文明世界里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啊 绝对不可能当成看不见 那新疆的那些个少数民族被残酷镇压被迫害 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呢可以假装看不见啊 很多的这个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知道他们的这些个穆斯林兄弟在新疆被迫害 他们呢也假装看不见 但是呢现代文明世界不能假装看不见 必须呢要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做出回应 其实呢美国呢已经是针对新疆出台过一系列的这个制裁措施 在去年的10月份美国商务部呢就宣布把28家中国企业和实体列入这个制裁的黑名单啊 包括海康威视啊科大讯飞啊大华技术这些在中国搞视频监控搞人工智能的公司 美国商务部呢已经是把他们列入了这个黑名单限制他们获得美国的产品还有技术 因为这些公司呢都参与了中国政府呢在新疆针对少数民族的监控还有迫害行为 昨天美国政府宣布的这个新措施啊是第一次针对中国政府官员个人进行全面的制裁 狗哥呢再强调一下美国政府在昨天7月9号宣布的措施是第一次在新疆问题上 针对中国政府官员个人进行全面的制裁啊 那第一批受到制裁的这个中国官员一共呢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他也是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 也就是说呢 陈全国他是中国现在最有权势的25个人里边的一位 那现在这么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他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全面的制裁 除了陈全国另外还有三个人分别是这个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现任新疆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王明山 还有一个呢是王明山的前任啊 前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 刚才狗哥说了 美国政府昨天宣布的 是对这四名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个人进行全面制裁 那为什么说是全面制裁 第一这四名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包括他们的这个老婆孩子都不会再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如果说他们已经有这个美国的绿卡或者说是其他的签证 那这些呢肯定呢也都要被取消 要被吊销 这个呢就是签证和移民方面的制裁 第二这四名官员呢 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不管是直接持有的还是间接持有的都会被冻结 那不管是房产 还是说这四名官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在美国银行里存的这个美元都会被冻结 这个呢就是金融方面的制裁 另外呢美国政府呢还禁止美国人美国的公司再跟这四名中国官员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就是全面制裁啊 基本上就是不让你本人还有你的这个家人跟美国呢再有任何联系了啊 已经存在的联系呢也基本上都要被切断 这个呢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这个全面制裁措施 另外呢这次跟陈全国这四个中共高官一起受到制裁的 还有新疆公安厅这个实体啊 或者说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 就是新疆公安厅这个单位 那从昨天开始呢 新疆公安厅这个单位跟美国一切经济上的联系也要被切断 那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美国新制裁措施的效果啊 那针对中共的这些高官个人进行全面制裁 那会有什么效果 会不会就起到这种惩罚震慑的作用啊 会不会就改变新疆的状况 让中国政府改变在新疆的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狗哥认为呢是不会啊 美国政府的这种制裁措施在改变新疆的状况方面啊 短期效果会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为在中国的体制内啊 中国的这些高官 特别是你坐到陈全国这个位置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的生命啊 就是政治政治地位 这些呢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啊 钱对他们来说呢已经是不太重要了 因为在中国啊你只要能保住这种政治上的地位啊 只要能保住在中国的光位 那这个钱呢自然它就会源源不断来啊 在美国的房产被冻结 银行账户被冻结 你损失个这个几百万啊 或者说是上千万美元啊 其实对他们来说呢问题都不大 关键是他们在中国的这种政治上的地位啊 要保住啊 这个呢就是中国这些高官们的这个思路 而且呢狗哥认为呢 最近这几年呢像新疆的大小官员 你只要不是脑子太糊涂了 那最近这几年基本上都应该是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应该呢都是已经把这个财产转移出美国了 转移到这个中国境外其他更安全的国家了 所以呢狗哥是认为啊 现在对陈全国这些中共高级官员进行全面的制裁 那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应该是不会有啊 在短时间内不会这个逼迫中国政府去改变在新疆的政策 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 就认为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些制裁措施呢 就是象征意义的啊 就是无足轻重 狗哥认为呢也完全不能这么讲 那美国政府出台这些制裁措施呢 其实它是美国社会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应啊 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应 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人权的普遍关注 促成美国政府出台了这些制裁措施 那反过来这些针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措施啊 它又强化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集权啊 强硬的这种民意 这个呢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所以呢那美国社会呢 它就会促使政府啊不断的出台 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这个制裁的措施 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些制裁啊 肯定呢还会带动现代文明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行动 狗哥知道有很多反对中国集权的人经常会认为美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在贸易战问题上 对中国的态度呢不够强硬啊 特别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存在很多的问题 还有争议 但是呢大家呢也可以想一下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 还有哪个国家这两年出台了 针对中国的这么多的制裁措施啊 是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只有美国出台的最多的最有力的 针对中国集权的各种制裁 各种遏制措施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即便是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存在很大的争议 但是呢美国整体还是这个全世界的灯塔国 还是这个现代文明世界的老大 美国的作用呢是没法取代的 那美国出台制裁措施 现代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啊 就会跟这个呢 就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狗哥呢可以确定 现在美国启动这个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在新疆问题上 对中国政府高官进行惩罚 其他的国家像英国呀 澳大利亚加拿大呀 还有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呢 迟早都会跟啊 也都会启动自己的制裁措施 那以后在香港问题上 还有其他的这个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侵害人权的问题上 这些国家呢 也都会启动针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狗哥今天这个影片要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中国人啊 在现在还有在将来要面临的一个真正的新常态 就是每天一睁眼 你恐怕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来自现代文明世界 对中国进行制裁 进行惩罚的措施 这个呢就是中国人在现在 还有在将来要面临的一个新常态 当然了只有这个每天都翻墙的中国网友呢 你才能看见 不能翻墙的中国人呢 是很难看到这个消息的 狗哥以前的这个影片的标题 经常用这个美国又出重拳 又出猛拳 英美啊密集出拳惩罚中国 那以后呢这种标题呢就不适用了 因为这个现代文明世界出权 来对付中国集权 那已经是变成一种常态了 几乎是这个每个星期啊 甚至说是每天都会出现的事 所以呢以前的那种标题呢就不适用了 那在昨天美国政府宣布 针对新疆的这个制裁措施出台之前 在本周二也就是7月7号 美国呢他还宣布了针对西藏问题的制裁措施 具体的制裁呢是来自美国国务院啊 就是这个如果确定 有哪些中国政府的官员 限制美国记者 美国游客 美国外交官 还有其他的这个美国官员进入西藏 那美国政府呢就会对这些中国官员 进行签证上的限制 也不允许这些官员本人和他们的家人 进入美国 这个呢是本周二 美国宣布的在西藏问题上 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的措施啊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呢就是狗哥今天的一个观点 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文明世界 开始密集出台针对中国政府 针对中国集权的各种制裁 各种限制措施 这个呢已经是成了一个新常态 大家呢以后呢应该要习以为常了 要做好每天呢都会看到这方面信息的准备 今天的狗哥呢还要给大家报告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也是对狗哥今天那个观点的这个支撑证据 第一个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消息 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啊 已经在未雨筹谋啊 正在调整应急计划 要应对美国政府可能进行的金融制裁 根据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呢 像中国银行啊 中国这个工商银行啊 这些中国的国有银行 已经在考虑啊 美元的来源被切断 或者说呢不能再进行美元清算的这种可能性 这些银行里的人就说了 报最好的希望 但是呢做最坏的打算 你永远不知道事态呢会如何发展 狗哥呢必须要说呀 如果将来美国政府决定 对中国的这些银行启动金融制裁 那绝对是中美全面对抗里的这个超级核武器 只要稍微有一些金融知识的网友呢 应该都明白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启动这种金融制裁 那绝对就会导致中国国内的金融崩溃 当然这个美国和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啊 经济呢也都会受到冲击 也都会付出代价 所以呢距离这一步啊 应该还是比较远 美国政府呢应该不会轻易就用这个武器 但是呢现在中国的这些国有银行啊 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 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 现在中美对抗的这种态势 另外的一个消息呢 是关于华为这个中国政府的亲儿子 也是这个中国战狼粉红们的这个鸡血情人 狗哥在昨天的影片里已经说过 这个意大利政府已经改变了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 正在考虑呢 要在意大利的5G网络建设里排除掉华为 那来自路透社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也是证明了这个说法啊 路透社的一个最新的报道就说 意大利电信这家公司呢 已经是把华为排除在5G核心设备的招标之外 也就是说呢 意大利电信在5G的核心设备里呢 已经决定不会再用华为啊 那意大利电信这个公司呢 它是意大利本国5G网络的这个主要承包商 也是巴西5G网络建设的主要承包商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呀 华为在意大利还有在巴西的市场上 已经是被排除在5G网络之外了 这个呢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中国的华为公司啊 正在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排除 那这个呢对中国政府 还有对中国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来说 肯定呢就是非常非常坏的消息啊 他们呢会很受打击 很受伤 那对于这种新常态 就是现代文明世界会纷纷采取行动 要出台各种措施来遏制中国政府 遏制中国集权的扩张 中国政府他会怎么应对啊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会怎么应对 董哥认为呢习近平呢应该还是以不变 硬万变 对外呢基本上只能是口炮了啊 说狠话用来给中国人听 让中国人打鸡血 让中国人爽 那对内呢他是只能是进一步去压榨中国人 包括在香港 在新疆中国政府呢还会继续割韭菜 薅羊毛各种镇压 只要中国人呢整体上继续有战狼精神 继续粉红 那习近平呢他就不会怕啊 他就不会太担心 好了 今天的影片呢 狗哥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